大家好,又回到我们芒向编辑部YouTube Channel 时间 有我来自澳洲的真必思 你好,我好,大家好 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亦都有来自马来西亚的大马sir 大家好 在节目开始之前请大家为我们三个频道 芒向正向晒冷气 点赞分享和订阅 亦都希望你留下建设性的留言 好了,今节我们就说说 苏丹当然是很严重 结果不但严重,而且 美国的态度 是令很多人震怒 是震怒 那发生什么事呢? 近期苏丹的安全局势 相当地可怕 但是有100人不到的人 跟我们之前说的那一节英国一样 真是好事 有线就有线,干嘛 真是你 要等吧,你们等吧 100人不够,就撤离了 美国国务院日前也说 对不起,目前我们 是没有计划 组织撤离那些仍然困在苏丹的美国公民 他很值 英国说要学他 很搞笑的 他们当时英国就是 我们是唯一两个国家,即是英美两个国家 唯一是不撤离公民的 你知道他们说什么? 我们希望 是通过外交和谈判去 令到国势可以安定下来 中国说通过外交谈判的时候,你们说不行 一定要解决的 这些是商标,商标不单 还令到他们 还令到你们本国的公民 很漏 到目前为止 有1.6万名美国人依然滞留在苏丹 这种做法 是呀 这种做法 就激怒了那些滞留在苏丹 渴望撤离 但是 他们 没办法 走到的人 这些全部是美国公民 我们感觉好像被抛弃 美联社更加 这次美国媒体就发文去质疑 美国政府再三表示 很危险的 组织撤离很危险的 他们就问 难道其他国家的政府 他们不会觉得撤离是危险的 为什么其他国家的政府 已经信出撤离他们的桥民 答案 我知道为什么 因为中国撤离差不多撤离了 他们不会觉得 和你赤离是对的 那是人命的 我们看CNN 都已经是顶不住了 虽然美国政府口口声声就说 我们积极协助美国公民离开 但是 当地大量美国人就指责美国政府 自从10号苏丹爆发危机以来 美国国务院 几乎没有提过任何换作 任何换作是公共 有人甚至愤怒地说 布林肯 你这个美国国务院真立了 一无是处 他就说大量 在苏丹的美国人只能够挣扎自救 好像一位 是两个美国公民老人家 叫做 达乌德 他就告诉CNN 他很担心 之后 还有 他的 父母 都在 他就69岁 之后 另外 还有 他的伴侣 就是66岁 都是美国人 就想着逃离苏丹 其实 心有如归 因为 他们最后靠自己 是 你知不知他是坐普通公交车 坐普通巴士 那时候 外面有菠萝那些 在客套目就坐普通的巴士 经过 九个小时的惊魂 终于到达苏丹港 他就说 我们都 六十几七十岁 在路边等了很久才找到一架 公共汽车 在途中就被士兵拦了三次 在一个 这个检查站 士兵还用棒棒指着他的头 你是不是来自 另外那边的人 之后 这些士兵 叫全部人下车 就对他们进行搜查和询问 其实 当时他都以为自己 肯定是和家人阴阳永别 但是最后 都是被放走 说到这里 这位 达乌根 就说 到达了 苏丹港之后 仍然不知道多久才能等到 沙地阿拉伯的盗伦 CNN也说 我们 会 领事馆人员会在苏丹港帮美国人 我明白为什么领事馆的人才走 我不走怎么帮你 是不是 我要走才能帮到你的 但是你那里留下了一万多人 你有帮到什么呀老板 那么 达乌德 就很生气 美国对自己公民的健康和安全 反应迟钝 我们在苏丹的人 非常震惊和厌恶 难道 我们美国人 只能够自求多福 暂时也是 很明显 我们 只是一个叫做美国护照持有者 我们的生命和福祉 并非美国政府担忧的有线事行 我们的军事力量和资源 亦没有拯救 在我们这个战事上 叫做一些生命 当然 最大事是什么呢 他就说布林肯一无是处 布林肯他有 说过 说一无是处 我说过 你也要做事呀大哥 是的 之后他更加说 另外一个人兄 又是滞留苏丹 就叫做伊马德 他接受CNN访问时 说 他74岁的父亲和66岁的母亲 现在 就是想着在核桃木前往埃及 他自己走不到就叫家人先走 他说 说一句老实 美国政府 USELESS 绝对 Absolutely useless 他说他的家人 曾经希望 布林肯 可以 提供某种的 指导 起码指导我们去哪里避一避 美国国务院 原来 他们的指导 就是一个模板 就是 提供所谓的庇护地方 不过 没有关键信息 这位伊马德就说 美国政府极度不负责任 官员口中的提醒 提醒 出行提醒 只是自我验识的藉口 他也说 他去年12月曾经 去过苏丹 那里根本不是战区 如果我们知道那里是 我们就不会 去的 他 还对美国政府 这个很好笑 因为美国政府有句话 就惹得人家 太生气了 原来他说 大多数滞留苏丹的美国人 都有 是 双重国籍的 他们 很想留在苏丹 不想回来 你这样说 那里 当地相当之混乱 为什么会觉得他们想留在那里呢 双重国籍 说不通的 老师 双重国籍有美国国籍吗 有啊 有啊 其实昨天 CNN也访问了白宫安全委员会发言 John Kirby 他说的也差不多 他对于撤僑计划 不作为秘而不谈 最重要是首先 在苏丹1.6万名 美国人只在预估 其中 他们 很多双重国籍 他们在苏丹长大 所以他们根本不想离开 你就知道 你有没有问过1.6万人 你代不代表这1.6万人 在苏丹长大就代表 不想离开 这个人有什么逻辑 那里相当混乱 局势 还有 说到好像 他们不想走 我们想带他们走 说到好像 他们不想走 不是啊 CNN访问那些 你可以说 CNN访问那些可能是做梅 没办法 主持就追问 不是啊 我们访问到很多人都说想走 阿比就说 这个希望 撤离人员的人数 少于想留在苏丹的美国公民 之后他就问 究竟有多少人想留下 多少人想走 他说 这些说不出 我们没有一个确切数字 你怎么知道 传股没有身负 之后记者说 究竟有多少人 想走的群体 很少很少 不是啊 不是啊 好像不是啊 好像很多人想走啊 是的 所以 政府仍是优先提供地面路线图 和其他国家 撤离包机 等其他国家撤离包机 上面有空位 我们的人可以回来 哇 你怎么搞错 就是 搭别人顺风机 自己就不出了 英国 英国帮人 英国自己的国民都要等 平民 平等 平民都要等 是的 他就说 虽然停战协议现在正在生效 但是我们关注眼底下 现在形势很脆弱 很脆弱你还不带人走 你干什么呀 不知道 另外 其实 原来 那六十个 试管人员 就 不是呀 是六十个 他说是六十个非官员想走 一百个官员就走了 即是一百六十人走了 究竟是不是 你又说的数字 总之很少 很少 哦 很少少到多少 很少 原来 难怪那些人那么恨布林肯 原来最早是布林肯这么说 布林肯 之前接受纽约时报访时也说 就说 他说 他相信了 他相信绝大多数在苏丹的美国公民都有双重角色 是他相信了 他没有任何的数字出来 他没有统计数字 没有statist 就是断估 是的 他说的其实就跟阿比一样 因为阿比跟他说 他们全部 都在苏丹长大的 有当地家庭和工作 多数人不想离开 但是这个论调 就令到 当地的美国公民很生气 他说你这么抛弃我们 李布林肯根本没有提供过任何援助 尤其是 一些苏丹裔的美国人 他说我们是不是二等公民 双重国籍 这样也有美国国籍 他就说 我们有美国国籍 难道 美国宪法 是将我们分成三六九等 现在 不是三六九等 两等 就是使馆官员和非使馆公员 官员 他就说 这些人的生命 安全很明显 不是你拜登政府的优先想法 美国不是说 自称军力很强大的吗 呃 是这个是 但是他觉得 暂时未能帮到你 白宫就说 原来 都有两名美国公民 在冲突当中离开人世 哇 这个是 这个是不是断股 还是相信 这个是真实数字 是不是想搞到 数字上升才肯出 才肯行动 美国政府对美国人的援助 原来 就叫你 网上 帮助 打电话 这样也叫帮助 是的 其实呢 和你吃自己 没有什么差别 就是说老板 是差不多的 形成鲜明对比的就是 几日之前 美国驻苏丹大使馆关闭有三架 再有海炮突击队战士 100名的直升机 就去到苏丹首都 客桃木 原来官员就有美国大兵保护 嗯 用一个小时 已经撤离了全部七十多名使馆的人员和家属 当时 美国副国务卿巴斯还说 看看我们多厉害 我们保证到所有 外交人员的安全 你听着他都会说外交人员的安全 能够做到这点 全靠我们的 军队同事的强大能力 当然 之后 很多苏丹的美国人就说 为什么七十多名外交人员 撤离的时候 你就为自己的行动叫好 那我们是什么人 我们没有美国护照吗 他也问 与此同时 德国、匈牙利、沙特、阿拉伯、阿联游、土耳其 全部都是撤离他们公民 美国在哪里 刚才我们说的伊玛德 父母不是七十多岁 一个六十多岁 用36个小时 还没有越过边境进入埃及 他真的打电话给 这个使馆 他们提供的电话 不用担心 在时机成熟时的时候 我们就会处理 时机成熟时 会不会当时已经 一国陆那些人 另外 昨天也有人问布林肯 布林肯没有明确的回复 布林肯记者会上说 现在美国向任何需要的人提供尽可能好的建议 他承认是建议的 建议 并且 为其他的疏散行动提供重要的后勤支援 我们需要做的是 努力建立一个可持续的程序 令到所有人能够离开 那些 你这么矛盾 究竟是想不想 你等会说他们不想离开 现在又说 令到他们可以离开 一事就一部份人 一事就所有人 一般来说 为什么这么说 因为他 答非所问时 他就乱叉地说 你明白吗 即是前后 对不上嘴 所以 你说得这么伟大 是不是真的 之后 美国驻苏丹大使馆 亦曾经发布过一个 叫做什么 叫做 安全警务 他就建议 不是在苏丹境内 建议 你们快点去埃及及埃塞外比亚边境的 美国人 快点 别以为他们是什么 不是给你一些物资料 记得带水和带食物 还有一约 这些算是提示 不算是帮助的 但正常去逃走的人都会带这样的东西 有没有叫他带一些现金 没有 对不起 另外 亦有人说 因为这些国家比较热 37.8度的气温之下 人们就走了 亦有人说 连基本的 食品 和饮水都没有 你说这个政府多么可恥 当然 1.6万人 他说 太多了 上次阿富汗大撤离 他难看 你难看 应该今次做好看一点 如果你 很虚心地说 今次的事件很突发 我们准备不及 有部分的人 没办法兼顾 每一个人 我们现在用尽力去做 对 人们听到 跳起都 顺一点 他们说 你们不走 因为你们在苏丹大 瘋子 听得更猛 对 我在苏丹大就不想走 其实这个是什么逻辑 我想问一下 都说局势很混乱 是人都想走的 是的 其实比英国更差 英国叫人躲在家里 听不懂 美国 美国媒体说 可以派演海军舰艇到 居住沙特吉达领市 的人员 因为他最近的就是那里 但是如果是用飞机 他就说不会是一个考虑的 项目当中 暂时不考虑 当然美国就是很危险 撤离真的很危险 流域那里很安全吗 对呀 布林肯没有回答 我们看看 有什么国家已经在撤离 或者已经在做 或者已经在撤离 有中国、法国、德国 意大利、英国 当然还吓了别人的位 西班牙 荷兰、土耳其、日本、韩国 若旦、南非、沙地亚、埃及 难道这些国家都觉得 留在当地 不安全 美国只是觉得留在当地很安全 好像只有你这样说 其实 当然 这些撤离工作也并非是一番封信的 英美之间 英国和德国之间 德国也说英国坏 自私自利 都要做的 我都知道困难 是的 另外你看看中国 他们经常 最搞笑 有些皇人说 中国不说人权就撤离了 他相信了布林肯那套说辞 人家 美籍苏丹人 都想留在当地 中国是逼那些人走 你留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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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有没有看到那些新闻片段 知不知道当地发生什么事 你留在那里 还有你有没有看到撤离那些中国人 每个人都想走 他说不说人权 这些都说出 真的一只鹿都可以变成一只鹿 现在 中国军队已经在4月26日 派遣海军艦艇去苏丹 去接撤离的苏丹人员 苏丹的中国人 昨天 中国的例行记者会外交报 当然毛铃就说 截止到目前为止 已经有 1300名中国公民安全 转移 有些就乘搭中国军舰 船隻离开苏丹 有些 正在离开途中 首都黑土木以外 还有少量中国公民 我们时刻关注着他们的安全 尽量帮助他们 这些就是大气 很简单 如果有 中国公民 提出投诉 好像刚才美国的公民 滞留当地 没有帮助 说你们会怎样写 西媒 台媒你会怎样写 说他们 无人权 不顾公民那些命 草奸人命 就是这样 毛铃就说 这次撤离当中 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 积极协助外国僑民 他还帮了外国僑民 已经帮助五个国家公民 乘坐中国的舰艇离开苏丹 不要告诉我 有西媒和台媒说这些是洗白 你不要跟我说 又出这招 要不就不报 这些只是洗白 如果有其他国家向中方提出协助 中国一定会提出协助 帮助 美籍的苏丹人可能就要找中国 说真的 你不是说做不到 就说是困难 乃马尔说 你不是说暂时 这个紧急事件 你做不到 你不要代人回答 他们在当地长大都不想走 你怎么知道 就算有几个人出来说 我们在当地长大 我们要走 就已经是打你 大部分的人想走 正常都要走 对 那就可以打你念 其实现在 CNN 访问的那几个人 等于是打你念 罵你纳AppsApp也没错 好 这次节目时间到这里 多谢各位再见